最近有一家医院的住院医师 确诊为新冠肺炎 引起了外界一阵哗然 这也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士气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依然是熊羽猫咖啡 特别推出了 你的付出我知道 全台称联挺医护的活动 从现在开始到1月底 不论是医护或是消防人员 只要凭着证件 就可以免费来提供一杯外带的咖啡 医院市长江中渊表示 医护人员为了守护全民的健康 永远站在防疫第一线 长期暴露在高风险的工作环境 各界应该给予更友善 以及包容的态度 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医护人员 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非常的辛劳 而且面临新的这种变种的病毒 我们也都战战兢兢 所以在整个要防护我们国民安全 国家安全上面 这个真的是他们功不可没 也付出了很多 所以我们业者共同这个花旗 要对医护人员他们的感谢 我们不只不排斥他们 而且要欢迎他们 在类似他们付出这么多的一个辛劳 在高风险的一个工作场所 工作领域里面去付出 我们认为我们对他们的敬重 对他们尊敬是必要的 最近有一些疫情再度呈现之后 让大家所有的全国的朋友 非常的紧张 那尤其是医护人员 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名代 跟团队都是一样 一定挺所有的医护人员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守护 维护大家的健康 这次的公益活动 除了凭证件免费兑换咖啡之外 另外针对医护人员 还有披萨松饼买一送一 一级用餐享八折优惠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串联更多业者加入 为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加油打气 在地的店家 串起一个挺医护的优惠活动 那因为其实我们宜兰 我们刚好临近在临近的医院 那医护人员用餐 其实大家都会带着有色眼光 看着他们 因为他毕竟是防疫的第一线 那我们希望我们推出 就挺医护的优惠活动 我们预计提出 1000杯的咖啡的兑换 只要你是宜兰的医护人员 只要你有医护或消防人员 持相关证件就可以来免费 享用一杯免费的咖啡 疫情现在这么样的援近 那我们要共同的 来听忠恩的指挥 所以说熊姨妈咖啡 苏老板很用心 来特别的感谢 所有的医老人员 要给他慰绕 所以我们也准备 很多护萨咖啡丁丁 要给他慰绕 大家共同来响应 来共同来战胜疫情 挺医护公益咖啡免费送 赞 以兰新闻记者 赞福新采访报导 OK 好